HELLO 大家好 踏入2021年首先我在公祝各位 心想事成 自己的Hifi天天都很漂亮 最重要是身体健康 其实这个环节我们以后什么新的产品推出我都会浪费几分钟时间为大家介绍 其实踏入2021年Harmonic Tech都有几件新的产品推出 首先我为大家介绍就是我手上这条Forwarder的电源线 这条Harmonic Tech最新出的Forwarder的电源线 你会看到它的线身是一种很漂亮的蓝宝石式的线身 其实厂方设计这条线的目的主要是针对给Source用的 譬如CD机、DAC、Clock 甚至前级都可以用的 其实这条线你会首先握上手 非常非常柔软 其实是適合香港狹窄的环境使用的 好了 我们拿回一截散线给大家介绍的结构 其实很简单 一进去就有三条导体 你会看到都是方心的导体 方心的导体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我之前也有介绍过 其实也是减少了杂呼效应的影响 你会看到黑色就是neutral 中线 中间红色就是live 火线 另外绿色就是我们的底线 你会看到线身外面的包绝缘皮也是PE皮 相对PVC来说 电容值也会较低 另外一个屏蔽来说 外面也有一层同薄来做屏蔽 好了 其实这条线我们自己都放在SWIMMER和DAC那里试过 其实它的音色来说都是非常中性平衡的 尤其是我们听人声 人声的线条感各方面都做得很漂亮很漂亮 好了 其实插头那边 其实厂线来说 都会用HARMONIC TECH 自己原厂的一个单晶和度金插头 其实我们也试过几种不同的插头 我们也觉得插头来说 都是配上度金这一支插头的声音和线是会比较相配的 当然如果你说你的系统那里 譬如说声音偏向是厚声或者是分析力不够的话 都可以考虑用度老的插头 其实在一般情况下 我觉得度金这支插头的声音比同这条线更加配音 好多多非常겠습니다 好多多的音感 好多自然